第十四节目 第十四节目 你看什么 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没事了 没事 那就好 我跟瑞瑞今天要出门 正好跟你顺路 一起呗 顺路 你要带瑞去哪儿 就随便出去玩 合租工业第四条 去哪儿 跟谁 去甜品店啊 去甜品店 我跟班长约好了 你去甜品店干嘛 我好歹也是个美食博主 那我去甜品店不是很正常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今天不用上门 好吗 那瑞瑞 咱们出门啦 去吃甜品吧 我们走啦 走 不就是见个班长吗 你怎么那么开心 好 好 您不十点营业吗 你们老板怎么还不来啊 小姐姐 从您进门到现在 您这个问题 已经问的我十遍了 我 老大 走 哎 扯墨 你终于来了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不认识 您找哪位 哦 不好意思 衣服清洗的钱您算出来了吧 我让他们结给你 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 那你是 是想问你一下 你和我哥的那个同学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啊 这事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 一航帮我照顾课上 还有啊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扯墨 哎 小姐姐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我是我们老大的官方代言人 哎 小姐姐 你说要带瑞瑞来 所以给你改的公园了 这样也更舒服一些 瑞瑞她能玩好 也不耽误咱们聊天 还是班长想得周到 班长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呢 主要是想问一下 主要是想问一下 你们Sweet抄袭Soul的 心体这件事 那给你带来了吗 哦 果然 不光长得一样 不光长得一样 连味道都很相似 不过仔细品尝 还是跟成木做的不一样 但是普通客人 就很难尝出其中的差别 上次成木反映的抄袭问题 我已经跟总公司反馈了 他们给的回复是公司才买的 所以不会有抄袭的可能 这件事会不会是有误会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在家里看着他研发的 你跟成木 嗯 你们在一起了 不是不是 我们就是一起照顾瑞瑞 我姐和我姐夫 就就夫妻之间 你你懂了 懂 哎 江大伯主 你现在也是美食大V了 什么时候 帮我们思维的宣传宣传 你之前文章写得那么好 当然可以啊 我的荣幸 快尝尝 我今天带来的 都是我们的新品 嗯 嗯 嗯 来 这么多新品 看来成木遇到对手了 嗯 果然名不虚传 小姨 你再偷吃 来 瑞瑞 给小姨一起吃 我不要吃 为什么 一个人 怎么能吃两家的甜品 不对劲 哪里不对 我也觉得 老大以前从来不会用酸调做甜品 今天居然在后厨切了一整天的柠檬 确实不对 嗯 还有更不对的呢 这个小姐姐 的确不太对 什么小姐姐 她已经盯着后厨一个早上了 神神秘秘 偷偷摸摸的 她就是斯威特的人啊 她可是斯威特的负责人韩木舟 不 怪不得 难道她又想偷咱们的创业 要不然 我去拦着 不行 你 扛不住 你少小姐姐 有才不坏 有才不坏 一航同志 今天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什么 你今天负责给我把她挡死 绝不能让她接受到老大 听明白了吗 保证 完成肉 嗯 小姐姐 让我来给你推荐一下 咱们家的甜品吗 这款叫做玉蟹 然后呢 这款蛋糕 质地非常的柔软 你们店长平常都有什么爱好呀 哦 我们店长爱推出新产品 胆机Sweet 哎 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 我想跟他交个朋友 没问题 只要我们老大一出手 他绝对必赢 我就只是拍拍照 不干别的 咱们都是甜品店 我们老大希望咱们 能公平竞争 你确定笔记本 除了你和成木外 没有第三个人看过吗 我确定呀 当时我拿着笔记本 我就直接给 给了谁 哦 笔记本给我就行 麻烦你了 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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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见你了 还是要找我 喂 干嘛我在忙 在哪儿 瑞瑞真坚强 一点都没哭 这是给乖孩子的奖励 谢谢叔叔 虽然你包招得很疼 但是看在糖的份上 我却原谅你了 谢谢医生 没事 以后啊 在带孩子出去的时候 一定得注意 一定注意 我们一定注意 大夫 孩子没事吧 孩子没事 具体的细则呢 我已经跟孩子的父母都交代过了 你们出去聊吧 萧依卫 干拔 瑞瑞不疼了 孩子父母 不是 瑞瑞 跟干拔走 快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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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汗 我们改天再约吧 今天不好意思了 没照顾好瑞瑞 没事班长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没照顾好瑞瑞 嗯 你的那篇推文我会记得的 我先回去了 嗯 路上注意安全 还是说下次见 好 你做浮教 啊 我们正在等待 沈总 还没来得及庆祝你高声 成为公司的二把手 咱们之间 就没必要这么客气了吧 坐 环境不错嘛 沈总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人资料 商务约和经济约都在我这里 您看看 对钱男友还这么冷淡呢 我这刚一坐下屁股还没热呢 就跟我谈工作了 这样吧 晚上一起吃个饭 就算弥补一下当初被你抛弃的 可怜人 是不是程总觉得 我手里的这份长期艺人代言合作 不值一顿饭呢 你可要知道啊 签了以后意味着什么 这是你们公司 一年的业务量 沈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过去的事嘛 咱们就不要再提了 这么多年了 在你的心里 还是弟弟第一位 只要弟弟不喜欢的人 你都可以选择分手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多年了 你弟弟自己知道吗 我不需要他知道 这是我作为姐姐应该做的 弟弟真就比你辈子的幸福还要重要吗 是 看不到他幸福 我是不会抛下他的 果然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成韵 和你合作 我放心 您看看 合同呢 细节方面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这样 咱去喝杯咖啡 别喝别了 请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这么不自然 我不自然 你 你不正常 你们都不正常 未如爱疼吗 还是你最乖 乖了 不像某些人 说话不错 我哪说话不算话了 合作公约 我跟你说了吗 我说了我约了他 约他去哪儿啊 逛公园 虽然公园是不是 得一起吃个饭 吃完饭是不是 得找个地方喝杯酒 须个旧啊 跟班长须个前缘 我懒得理 程总可是真忙啊 从我们坐进来 你这个电话就没停过 追求车 插几段信 不知道沈总 对我们公司旗下的艺人 是不是感兴趣 感不感兴趣的 不都是一句话吗 尤其你知道 这么些年了 我 这么些年 沈总是不是还喜欢喝咖啡 您尝尝这儿的 看看合不合您口味 来 干 你也别装了 那什么小芋头姜思涵 写的那个 月下姑娘的前世今生的故事 是你俩吧 还有你房间的那个玫瑰水晶球 就让我碰的那个 还有月下姑娘玫瑰味道 都跟姜思涵有关系吧 你纯纯大秦总 你情根深重啊你 咱干儿子瑞瑞今天摔了 人家跟班长成双成对的去医院 你说 这小芋头的暗恋对象回来了 随时有可能死灰夫人 你还没所作为 心太大了 不是兄弟 你真得做点什么 兄弟我必须帮你这忙 谁也别拉我 我一生一世一辈子 只爱成于一个人 但是我李锦阳毕竟也在情场上面 浮浮沉沉了这么多年 论追人 我稍微还是比你强点 是不是 半斤八两八 你说你俩都住一块儿 还没做点什么 兄弟 我就问你一件事 亲了吗 不会吧 真亲了 什么时候啊 一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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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亲那个女儿 一年前亲 人家现在跟班长在医院成双成对 酒没喝完呢 去哪儿啊 睡觉 你呀就适合单身一辈子 成沐 江思涵 成玉 李锦阳 完美 还有一只帮帮帖帖帖的小狗 带来一个萌萌哒的小宝贝 带来一个萌萌哒的小宝贝 这些些生命大双喉 你回来了 热闹 睡了 你喝酒了 一点点 你看 你 理长 你 对 是的 把自己寶寶安全的存在 现物未来 像李毛好像掉了许多 包丽领请给推介绍 这些的李宝宝 听说他的李宝宝 在这两步 但还是被李宝宝撞出了内伤 原来这是一只黏羊宝宝 各种小的一起吃饭 这是一只黏羊宝宝 几个年纪的小孩 在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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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害怕 现在我的爱情 你 来 来 你 在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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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完整的 我 在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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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害怕 在这一步 在这一步 温稳 在这一步 我 加油 这一步 不是这一步 我会不会再 liebe平 God 我的舌头春蚊就这样梅了 他要救婆败 他就不配我 他没事 我真的是气系的呀 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 那 那个 昨天 我们两个 昨天 我喝醉了 喝 喝醉了 之前那个笔记本 我想起来了 我交给白冰了 你可以去问问他 好好好